Hello 各位弟兄姊妹 吴安 吴安 很开心 今天我们第二场的Chill Talk 有多少人上一次有来的 可否举手 让大家知道 好啊 很多人上次没有来 今次来 你可能听到人家的回应 上次很棒啊 所以今次又再来了 所以你没有来错 今天应该是会很棒的 我们有很多嘉宾在我们当中 我们给掌声欢迎他们 各位好啊 好 稍后他们会自己又再介绍一下 讲一下多些 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来的 会众的状况先 有多少人是喜欢诗歌的 举一首 是喜欢诗歌的 你没理由不举的 是不是 你今天不应该在这里的 他也可以来看看 你应该是在这里 改一下自己的心态 你应该是喜欢诗歌的 好了 有多少人有试过创作的 去一下手 都有啊 什么叫诗歌创作 你自己特意了 我不在这里说 但我估计创作 就是神给我们有感动 给我们有经历 我们就很想用诗歌来表达 这个就是创作里面 背后最重要的原因 你不会无端端自己有空 没有东西做 就写一写歌 一定是有些感动 或者有些原因 我相信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嘉宾 每一位他们背后很多不同的故事 很多的感动 跟他们分享 我估计这是创作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他们的经验 有些感动位在哪里 困难位在哪里 今天我们可以分享一起去 所以鼓励大家 都带着一个开放的心 来听多些的形式 好 我们一起有个讨告 真是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个Chill Talk的机会 教我们不同的嘉宾 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 恩住你的感动 恩住你给他们的恩赐 他们在诗歌里面有很多的创作 我求主你去使用今天的Chill Talk 让各人能够有得着 感动我们各人心里面 这个灵有更多的创作 最重要的是这些诗歌能够荣耀你 这些诗歌能够叫更多人去汇转归向你 带领今天我们的Chill Talk 就是各人都是享受的 无论讲的、听的 我们一切里面能够去赞颂你的命 我们带领报告逢住宋明俩 好 多谢大家今天我们都是很自由的 好 讲起诗歌创作 我想大家一看就看到有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在 这个是很感动的 因为上帝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 不断感动不同的人去做很多的创作 中间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神 一定跟我们的神有关 否则歌就没有了他的意思 但这个神怎样去感动他们 这个神是怎样机会给他们开始 我想我们都很想知道 就是你会突然走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Chill Talk分享 伊迪说他那次参加旅行团 去到吃那个韩国餐厅的食物很差 他就有感动 要写一首歌 去说他多差 就是这样开始 哇 这个很特别 他应该是一个博士来的 他应该是一个博士来的 通常博士是一个博士 很有愤怒 但是我看不到他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第一首填词的歌 那么我想大家又简单去分享一下你怎样开始了你的创作 那首歌可能没有拍摄过的 到现在可能已经不知去了 都不要紧要 怎样开始了这个创作 那份感动怎么来的 可不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Matches 你应该是最欧生的 是的 是的 我叫Matches 那是来自Milk & Honey的 那我自己的成长背景呢 就是我是一位牧师仔来的 是的 那我在教会成长 小小过 已经在教会大 听很多不同种类的诗歌 传统的 就是诗班那些又有 跟着现代经乱差美的又有 当然除了诗歌之外 我都会听很多其他Keylon片歌啊 流行曲啊 所以都一直在音乐上去 就是整天都会听到很多音乐 我爸爸都很喜欢音乐的 就是会在家里播放 王后大道东 有 他会听这些的 他不会听的 还有古典音乐 所以其实在整个环境里分导 我就是很容易 心里面都会有一些音乐 或者音符走出来的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写 第一首创作的东西呢 就是呢 有一年呢 我和爸爸妈妈 就是他们安息年了 就一起去了加拿大 住一年 那 那 去到外国呢 通常都是没什么事做 还有我参加了西人教会 那我们就听到一些 外国的诗歌啦 那我有一首歌是很有感动的 就觉得很好听啊 好像周杰伦的歌那样 很棒啊 另外因为我平时都有看Keylon片 他们都会将一些原曲 翻译了做广东话 于是我第一首真的 自己 觉得 哇要 要起手做的呢 就是将一首 英文的诗歌翻译了做广东话 来去做一个开始点的 那首歌呢 叫做Jesus Thank You 那首歌呢 真是很普通 就是一些很 很基本 是一本救恩Message的一些诗歌 嗯 原来都是由诗歌开始 就是很有感动 所以翻译它 对吗 对了 没错 说起呢 对了 我爸爸和他爸爸就应该是同事而已 哈哈 关仔堂 对了 爸爸是大部堂的嘛 同事 你的年纪差这么远 哈哈哈哈 因为我爸爸的年纪 跟他爸爸的年纪差很远 哦 OK 明白 明白 哈哈哈哈 是说起我们有些comment point 好啊 多谢Message 还有没有 谁又说一下你 怎样开始 这个 我挺着陪伴Packle 哇 为什么你 你猜这些人会走了 这个 帮我帮我帮我 当然 大家好 我是徐慧言 Packle 其实 听完Message说之后 我也讲一下自己的音乐背景 我小时候其实 都是喜欢听家人的歌 当然喜欢听男歌 我小时候 因为我家里也有很多 兄弟姐妹 我的姐姐分布在不同的歌手的阵营里面 有些是梅姐 有些是郭哥 有些是谭略伦 有些是叶士文 所以我小时候不断听他们的歌成长 听很多男歌 之外 因为我有一个姐姐 她信了主 她经常带一些叫齐唱新歌的歌 回家彈 我第一首听的诗歌 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是神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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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诗歌的读者在这里 很紧张 所以 第一次见到Bang的时候很紧张 其实我想说回 我开始写歌之前 我是经历了学钢琴 然后也去了演艺学院 去接受了一些古典音乐训练 其实基本上 创作这个门槛 这个东西 创作人 或者写歌 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是 难过登天 我觉得这些人是很厉害的 就是写歌的人 我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创作人 我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念头呢 就是我记得我在演艺学院 读到第四年 毕业那年 那年都是挺迷茫的 因为你不知道 毕业之后可以做些什么 刚好有一次 我在练琴的房里面 听到 我们演艺学院有一条走廊 是有很多琴房的 有时 在琴房静下来 就会听到旁边的人弹琴 听到有人自弹自唱 我就很好奇地走过去 我原来是我某位同学 当时他也有机会成为一个歌手 他自己写歌的 他就把他的作品 我在面前听 哇 哇 这么厉害 他本身都是钢琴演奏的 但他自己会写歌 我就觉得我跟创作 好像近了一步了 因为有个人在我面前 示范了 写歌 唱歌 我当时对这个东西 开始有点点兴趣 就开始自己写歌 不准业之后 也都去投稿 去寄一些自己的demo 去一些唱片公司 那就是感恩 有些唱片公司 他就签了我去 开始创作 那我就发觉 我与创作的距离 又收窄了 那及至到 其实 再有歌手用自己的歌 就觉得 直接好像发达了 那样 感觉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 创作人是一个 很难触及 很难达到的一个目标 当时有这个机会 去创作 我自己心里也很兴奋 好像梦想成真 但是我第一首歌 当然写的歌 就不是诗歌 那去到什么时候 才是创作第一首诗歌呢 现在都可以说完 可以 也有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首歌叫 《当你走到无力》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 我想借这个聚会来澄清 很多人都以为 因为可能当时 我已经是一个写歌的人 那些人就很顺利成长 觉得这首歌 我唱就当然我写了 对不对 我知道怎么写 日明 对 日明 日明 对了 那我为什么想说这首歌呢 我记得这首歌的由来 是我很多年前 参与一个聚会 我认识了一帮 陪正中学的 弟兄姊妹 其实我不是读陪正的 他们是一帮毕业生 他们在 我们在隔队那里认识 其中一位弟兄姊妹 他就邀请我在他们 举办的一个报道会 叫做维他命音乐会 维持他人生命 因为那段时间 香港很多人自杀 很多人笑叹 他就很想有一个报道会 去宣扬福音之余 也都叫人去珍惜生命 在那个聚会里面 他们选了其中一首歌 叫《当你走到无力》 当时我录制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我的身份是一个钢琴手 但是我发觉这首歌很好听 然后我在录制的时候 我都有唱 他们就把这首歌交给我去唱 唱完之后 回响都挺大 之后我再认识多一些 基督徒的音乐人的时候 他们又很喜欢这首歌 认识到E.M.M.Garry 他很喜欢这首歌之后 就想邀请我去录这首歌 放在《美丽传奇》的专辑里面 所以我叫做第一首不是创作的诗歌 但我自己觉得演绎也是一个创作 因为可能这首歌没有人唱过 我用我的感受和感觉去演绎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种有创作的元素在里面 虽然不是我自己找一首去写出来的 所以这首歌是第一首 有一个小插曲 小插曲就是 我今天来这里之前 过半钟之前 我在Facebook收到一个 private message 是我以前中学的一个校长 但这个校长在我读书的时候 他还没做校长 我离开了中学的时候 他才是校长 所以我和他基本上是不认识的 但他今天的message 突然跟我说 他说我现在移民了去L.A. 刚刚崇拜聚会 就播这首歌 给了我一些安慰 然后我突然说 哇 这么远的 那件事这么远距离 也有一个 完全我未跟他交流过的校长 他会传个message给我 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祝福 我在这么多年里面 其实这些事情都听得不少 很感动 我认诗歌创作人或是演绎都好 其实最感动不是很多人喜欢你的歌 或者说赚你的歌好 而是他有感动 有灰改 有悔转 这个就是最大的感动 你刚才说的 神仙爱就是Ben 不如Ben 我都很想听你 怎样开始创作 我想很多人以为神仙爱是我第一首歌 其实不是的 应该是第六、第七 因为我学琴的时候 琴先生就叫我 因为我懒练琴 我说你是被图分也好 哪个都好 总之有个主旋律就可以了 其他我自己弹 他就整天都跟我说 最好的音乐已经写完了 你不要再作歌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读完书 回到香港工作的时候 就去沃达杜杜山福音堂 是报道会的其中 我认为福智派是第一间 在那里认识突破的创办人 欣嫂欣培 我们叫她欣培姐 他有一次 因为我也是喜欢音乐 所以我就在那里做私琴 你知道在YMCA那些地方 琴打得烂了 一路弹一路蟑螂出来 真的 你又不能停 因为那些会中在唱 你怎样可以停 哪一只手有空就背走他 很害怕 欣培不会出现的 放心 没出现 有一次聚会完 欣培姐就走来 其实是一个风琴 走来前面 她说 你真的好像一个魔术师 你这样的废琴 你都谈到的 我说 她说你明天来我办公室 我想跟你分享一些东西 to cut the story short 因为还有很多人要分享 她就叫我去写 为青年人写歌 那当时的年代就是 70年代 80年开始的时候 她就说 我们突破做很多青年工作 教会原用的诗歌 他们不是很难明白的 所以她说 你不如试一下吧 她用了很多喉舌来劝我 因为我常常想起 我的钢琴老师说 你不要再写歌 那anyway 我感恩的 她是我的恩师 原来她叫我参加 80年突破文歌 创作大赛 于是我就 和我的牧师 苏永睿牧师 一起合作 写了一首歌 又和陈振华 陈振华 当时她也是窩福堂 又写了另外一首歌 Anyway 就是这样入行 感恩的 后来就在那裡 认识几个志同道立的 陈振华 雍为稳 陈芳荣 陈振华 我们几个就想着 不要这样再停 要继续写歌 在我家隔个星期四 就在我家的厨房 改装做厨房 一起来交流一些自己的作品 挺好的 那段时间我真的很享受 因为其实我不是读音乐的 我是考天才的 但是有个雍为稳 他是中文大学的音乐碩士 他亦都是美国很著名的 Smith College的毕业生 所以他的音乐座位是很高的 还有难得的他要求很高的 他丢了我很多作品 说回神是爱 很多奇妙的东西 我展示给他看神是爱 他第一件事就说 吴炳坚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污染教会的中文文化 你的歌太懒了 神是爱是离事圣经的 其他的有一节 不改几个字又第二节 然后第三节又改几个字又第三节 他说你这么懒的写词 你不要再写 你在污染着基督教文化 但是那些小小 接着就是 我最难忘 我学到一样 在很早的时候 我做到第六集齐出新歌的时候 我们说是时候都可以做一些 所谓的市场调诈 有一个问卷出来 哪首 有十首 请大家选出十首 最受欢迎的齐唱新歌 当时真是很不好意思 是只有齐唱新歌 是市场 其他的 读Indie那一班 其实我们都是Indie 其他很小的 都未成 未出世 把是摆斯基 放现时 那个秘书不是音乐人 他说 除了问十首最受欢迎的 还问十首最不受欢迎的 这么残忍 好,我就要剪掉所有剩,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少的资质 但很快就有些result 回来,很厉害有六百多个问卷 就是调查卷回来,那时候是没有这些技术去支持 Anyway,一起看那个result 我很记得 整班作者就抓住最受欢迎的十首,自己有没有份 人性感 然后还要由第一名开始看下去 这样一天,我真是很不好意思 最污染基督教人的首歌《神是爱》是第一首 然后那个表演说,看完这份,最不受的十首 我们就说,由底看起来 第十名没有自己分,十到七名没有自己分 六名都没有自己分 准备烧炮奖了 谁知道,好像上面有一首是刺人相识的 结果第一名的首歌叫做《独白》也是我自己的作品 我当时觉得,叮一声就是,当头盼寒 究竟什么叫做最受欢迎,最给神用 究竟是什么最不给神用 其实《独白》那首歌,庸慧炎很喜欢的 他这个是经典、经世之作 你不要给别人填词,我一定要填这首歌 大家用了很多心机去做 谁知道,最不受欢迎的作品是第一名 但当时神告诉我,不关你事 那些作品不关你事,那些是他的东西来的 你不要随便将这首歌当自己的永远 我想当时我很感恩,在好做事的时候 神就教了我这件事,我说得多 这个正正都是我们今天Chill Talk很想带出的 就是你写到首歌,受不受欢迎,都不是重点 是神用不用它 好,不如文聪说一下,你有怎样开始到創作 好,首先我不是一个音乐人 也是没有读音乐的,是小学、中学的音乐 我接触最多音乐的就是卡拉OK和disco 那为什么创作呢? 话说那时候,因为我是十一、二岁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 之后十六岁又吸毒、饭毒 那我吃到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很想解毒 那怎样解呢?就是试一下回教会 那我真的试一下回教会 那很有印象,当时唱诗歌,我心里是很触动的 他流了眼泪 很感动,我很记得就是唱着《谁曾应去》 有一位神是我避难所 是我们的盾牌,甚至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 我很感动 然后呢,祈祷了,希望神可以救我 因为我是一个吸毒的人 很奇妙,当时有个牧师和我同学牧养了一年 而那个牧师是正值安食年 很奇妙的,我觉得是上帝的预备和安排 他就陪伴我,牧养我 那一年呢,我没有进入福音界读 只是在社区界读 那牧师去陪伴,我就一年的时间戒了毒 那戒完读的时候呢,我经常心被恩感 我觉得,我很想写一下歌,是吧? 那么喜欢诗歌,那就是自己写 那写完之后呢,作完一首歌,就给牧师听 那牧师一听完,就说,文聪,你很有创造的恩赐 哇,真是赚到不得了啦 那,他就突然间,就在他的轨桶里 贴一张东西出来 他刚刚收到一个单张 就是一个填词的工作坊 那我初信主,我拿着那个工作坊 那我一看,哇,这个是什么人来的? 姓西的阿伯 那么怪呢? 西人来的,西人来的 之后呢,我就去啦,去 那去那个填词工作坊的时候呢 我很记得,我一去的时候就很挫败 因为呢,我那些什么叫所谓的创造的恩赐呢? 其实我填的那些广东西词呢,是不入音的 那牧师是不是很有尊荣的文化? 赞一下你呢? 不是,他这么多年都是唱一些不合音的诗歌 那之后我就很用心去学习啦 那慢慢学习,我就觉得我很有兴趣 那又发觉呢,因为我不是读音乐的人 那我写第一首歌,我都不记得叫什么名 我就发觉那些音是 好像有首歌叫 《预约我看见南天》那样 那首歌叫melody,很像的 那我就说,我那么喜欢填词 但是我又不懂melody 我又不是一些名人 我又不是林直 又不是王伟文 又不是蔡伟燕 又不是蔡伟燕 没有人会找我做填词做创作的嘛 是吧? 我是方文聪 因为我不是方文山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我祈祷 我神啊,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歌词去造就别人 造就教会 就是请你用我 我就真的这样写徒 就是慢慢我心里面就会响起很多的melody 那我就 因为我是一个很敏弱填词的人 那我就把我心里面的melody 去填了出来 不过其实大家都会有的 大家如果去洗澡的时候 你会不会响起歌的 都会的嘛 我就是这样 但是我多了一样东西 就是填词的 学习和粗连 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去写歌 我很记得我一首是 所谓发布的歌叫 《独海遇上爱》 是的 那这首歌呢 就是《真正传播》做了一个见证 《福音见证》 那这首歌对我来说 都很有意思 是我的经历 那首歌又讲我如何和神的相遇 神如何帮助我 让我的生命如何从《独海》进入封城 这首歌也成为了很多戒读村 很多特兴姐妹会唱的歌 即戒读的歌 让他们的生命也与神相遇 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首歌 很特别 原来祈祷求神 神是会给你的 所以多些戒徒吧 知不知道 哈哈哈哈 好吧 不如扔上Marvin吧 我刚才这段时间听到他说 其实我心里真的很感动 因为 发觉不同的生活的轨迹 你成长的背景 神都用得着的 你教会家庭出身的 可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专业的音乐人 和这个捉蟑螂的 都可以被神使用的 我和这里的人很多有渊源 为什麽呢 因为恩父有渊源 大家知道我是恩父人 我开始试音乐 都是因为恩父的 是因为当时 教会初代 我们还在秋创的年代 你知道当时 有百多人的 马教会 现在是一万人 不是这样的环境 当时大家的选择歌 都是一些老歌 有些清聖 刚刚轻赞美之传 但大家都会拿 那些歌曲当歌唱的 是吧 那也是那些 会胡思乱想的 那些 动物园的字 都会出来了 那些 那些 我不说得出 那些 那些痴呆那些 那些 我很怕那些 我唱到那些 我就会胡思乱想 那些 我就会自己在那里 傻笑 那些 很不专心的 所以 所以 那后来 牧师就邀请我去 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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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自己说 那我说 不如把那些歌曲 似近榜 写广东词 入音的 行不行呢 那我个人 就 估过我 把那些字 就是 吐一些歌词 去那些歌词 那些歌词 那又是合音的 不知为何会这样 就是 我想这个叫因词 现在我们知道叫因词 但是 都有这些 少许的 talent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座当中 你来得 你也会少一些 一些人 去做这些事情 有时 你会想到 这个歌 这个旋律 我都可以摆一些 这些字 自己在那些傻笑 在那些歌 都有这些情况 我也是这样开始 那 说渊源是什么 就是 我就是这样在崇拜 里面的大厦 突然间 我这个因词就出现了 当时 我们一起在 秋创的年代 有一天 有一个人 就跟我说 我不认识他的 我不见过他的面 他就跟我说 Marvin 你都好像在崇拜里有带歌 你都可以 你都带得挺好的 你怎么会 试试想帮我写歌 我才说 这个相似很熟面 这个不平坚 我和Packle 一样 就是 我都是齐唱歌 信耶稣的 当时 也是 《神是爱》 我唱《祈祷行》 那些 中学年代 很受这些歌的感动 有些朋友跟我说 我们也有些歌好听的 教会也好听的 这个歌 就是 听南宏歌的歌 也好 但不是我当时 这些歌的感觉 所以听到一个 我似曾相识的一个人 邀请你写歌 我就是这样写了我第一个 自己创作的诗歌 叫做《耶稣我赎你》 我已经老一点的音符人都会唱过 但当然我写歌 最早期应该是做翻译 如果想说如何写 我等下可以多说一些 我和Packle都是渊源的 因为 我觉得他最出名的歌 应该是《岁月如歌》 这首歌是 为何我会有渊源 因为我是飞机师 大家认识我的特性智慧 所以 这首歌基本上是 我们航空界的金曲 每次有什么聚会 都会搬它上台 一定会唱这首歌 所以 我们有很多机会 在不同的场合 一起服事室 一起讲讲见证 我觉得 创作是一个很奇妙的事 因为 好像圣经那样说 我们的信徒好像 云彩 前人的云彩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呢 因为Ben 我和他很多 在服事上的合作 很多他对我牧羊 对我栽培 我们都有机会去 不同的教会 去不同的群体 去讲见证 唱我们的作品 偶然你也会遇到 一些人会跟你说 他们对那些作品的感觉 我很深印象 有一次我去一间 灵恩教会 我去灵良堂 那一次是帮他们做一些 教会 带他们的团队 带他们的团队 那牧羊 那牧羊完之后 说 你怎样很好 我这些 不是想听这些 但他突然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 我会来这间教会服事 还有当年 某某某年 我听到你的 请踩显我 我就相信耶稣 不是算耶稣 他说 我这个聚会里面受激励了 所以我就决定来做牧羊 所以我就决定来做牧羊 原来一首诗歌 可以令到一个人的生命扭转之缘 他可以全时间投入服事 就最近 我还在元朗堂 正在做一些 教授的工作 又有一位姊妹跟我说 当年你搞的音乐剧 真爱不老 他就因为在那里信耶稣 即是 你想象不到 你在几十年间做过的东西 还有 好像Bekko说 突然间回来跟你说 原来你曾经 你侍奉的历程里面 透过你音乐的作品 你的侍奉 能够扭转 人的生命 即是 我希望大家 一心追求创作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祈祷 我觉得祈祈祈愿应该更圆 为神所用 这才是我们最值得祈祈的地方 是的 我觉得这件事很好 再一次有Marvin分享 有人告诉你 那首歌 让他生命改变了 我想这是最大的得着 讲起感动的诗歌 刚才大家都分享了 人说最不好的歌 哪知神是最少用 我想在我们的创作历程里面 其实当时有很多经验 你打算这首歌 填得一样的 写得一样的 录音又不是很好 等等 但原来神是很用的一首歌 或者好像刚才说 原来这首歌 让很多不同的人有很多的改变 可不可以分享多一点 我知道你们都有些YouTube 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些难忘的诗歌 或者你自己很感动 或者知道很多不同的团队 因为这首歌有什么改变 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 是的 是的 我想 是的 我其实在我的创作里面 有两首歌是有意足的感觉 我想第一首是《亲爱主》 不过我不是想在这里分享一首歌 因为里面有很长的故事 但是另外一首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可以很短的 就是叫做《张心给我》 很简单的一首歌 怎样出来呢 就是我们要交歌 每一个星期四 我们都要大家拿一些歌出来 我就要负责交三首歌 我写了两首,差一首 那晚我就很辛苦 我写的都写不出 我就算了 睡觉了 但是在那个时间 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就出来 有一个经节就跳出来 他说我仪张心给我 我就说 嗯,其实神需不需要我写一首更加好的歌呢? 神需不需要我那些 他已经是圆满了 他是最好的了 再加上他会不会是画写天竹呢? 所以我就说 神告诉我 要将心给他 不是将一首很精细之作给他 对我们的创造人 神要求的是你的心 不是你的作品 于是我就 将心给我 是可以入音的 我写了一首 只有四句 是一个A-form的歌 只有四句 十六个bar 会有四个bar一句 很简单的短歌 我只是有两个地方 就是ending 一定要将心给我 咪咪嘞 然后开头 我又开始 假若我悠 我真是很有限的 填字很有限 其他的 用来找帮我教点 哈哈哈哈 我一收 我就很开心 This was exactly what I want 大家听一听这首歌 这首歌很久了 但是呢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Version 是一个比较新的版本 大家听一听 我的歌曲的重点 在这里才好 这首歌的名字 叫做 张心给我 那呢 呃 我一个人唱的时候 不太好 我觉得我要找一个放手 那一起给点掌声 Karina 情依 和我一起 唱这首 张心给我 Hello 这是我的舞蹈 你好 我是你的舞蹈 我说你 地段 你也会来 response 一音乐 把你按多一音乐 对 你喜欢 Zither Harp 假若我有无限智慧 我今起主脚下 假若我有财物不顾 我交给住手座 我愿这心 现情为你愿意发起生意 不容忍我才不智慧 掌心靠我 假若我有无限智慧 我今起主脚下 假若我有财物满河 我交给住手座 我愿这心情归地愿意发 你心意不容忍我 才不智慧将心靠我 我愿意不容忍我 是的,一首很好的诗歌 是的 如果你有些 像我这样写了几十年 我想之前那些版本是旧的 但如果要随着时代的改变 其实这些旧的歌 都可以这样转 编曲的方法 唱的方法 用Black Gospel的方式 来contemporalize 那些现代的 现在的青年人 比较容易接受 是的 难得作高家自己画上 是的 是的 我知道有些不想 不要改,一颗印也不要改 好吧 好,我们继续听听 有没有想说 有什么感动 我回应一下 我觉得诗歌很特别 特别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诗歌是最容易被人改编的 可能流行歌 你都会想用原版去演唱 但反而你收到一首诗歌 甚至在崇拜里面唱的时候 都往往跟原版是未必同 甚至可能找不到原版 所以其实是那个 我自己摆了 或者我的团队摆了 因为当时的那个 创作意念 感受 演绎下去 我觉得是 哇 每次都是被更新的 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创作诗歌很有趣 还有那个创作人的 胸襟要在这里 就像刚刚刚 老师那样说 就是有些人 是未必接受到的 但可能我们 当创作诗歌 给教会群体用的时候 要有这种的元素 就是我自己也有一首歌 我是在建道神学院的性乐会里面去唱的 哇 是full orchestra 整班师班在后面去唱的 有 我都准备了一个YouTube 可以播一些也行 但是呢 我在网络上面 又找到一个弹 fingering 吉他很厉害的年轻人 他做了一个很简单 很simple 很清新 同一首歌的演绎 已经是立即有两个不同的感觉 所以是一个很有趣的题材 或者是我们诗歌的一个特性 这个也是现代音乐的特性 我记得 就是我那个琴先生说 你不要再受的 你跟着那个葡萄 你跟着他写的 但是这个是传统音乐的其中一样 是好的 但是现代音乐有很多自由度 在我们自己 各个人里面自己来发现 是 那真是很想播的 就是一首歌叫做 是为你预备 那这首歌其实都跟刚才 那个前辈写 张心给我的意念是很接近的 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 很想去献给神 那这首歌呢 里面有一些意念 有一些词呢 是怎样创作的呢 就是我很喜欢 而我有两首歌呢 都是很喜欢 将我小时候听的歌呢 去重新去丰富和演绎 第一 刚才那首有Augustra版本 那首叫做 《从那日出之处到日落那方》 那其实呢 这首歌的由来是 义童崇拜蛇一唱 《从太阳出来此地》 《直到一落伏迪雅边》 但我再将它查一下圣经 究竟 圣经怎样描述 《从日出之处到日落那方》 那些经文是什么呢 看完之后 哦 原来是在讲其他的圣经 那我将它再丰富 《从太阳出来之地》 就变成《从那日出之处到日落那方》 而这首呢 是为你预备呢 就是我教会都有传统崇拜的 他们奉完献之后呢 有个献礼物的 《万物都是从主以来》 《万物是从主以来》 《万物是从主以来》 《万物都是从主以来》 等等 我抽取到里面一些意念 《万物都是献给主》 《万众的歌声》 《万物都是想献给神》 等等的意念 尝试去写一首关于我们准备了一些东西 去奉献给神的一首歌 那就是这首歌 可以听只是一次 未必要薄下 我都归你 主归人奇妙 山众诗篇 我会有发笑蜿蜜 我的手是黑级地 愿我的腿有力归你 从回归绩渴望见你 愿背欺傻嫁跟你 是为你预备成风真心 是为你预备重燃紧伤 抱上这老套 愿你走近 是你话语吸引放松 是为你预备成风真心 是为你预备期待紧伤 在这空间里 晚会归你 愿你预备 我重加心 成风的怯势 是的 除了身心之外 我会想再描述我们的手 我们的脚 可以如何在生活里面 去奉献给神 尝试将全人的奉献 去放在这首歌里面 还有活化那首 我听了很久 很多年的那首 献礼物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回了教会很久的 一帮信二代 我们其中一个 创作的出发点 就是将过去 大家听了很久 可能已经很习惯 很麻木的东西 我们用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文化尝试 才能丰富 大家听到一个共同点 是吧 传统诗歌听得很久 发现不满足 或者未够圆满 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做得好一点 这就是成为他们背后的动力去创作 几位都有说这些东西 所以鼓励你 如果有这种感动 你真的需要试试 好 我们继续讲一听 我可以回应一下 Ben和Matches sorry 刚才他说 他说内容丰富了 因为我们用手和脚去敬拜神 Ben又说他用了一些 好像Dark Gospel的音乐类型 我正正就是想介绍这一首 我以下来这首歌 其实是大概十多年前 我记得有一位生命斗士 Nick 立刻回到香港 去举办一个报道会 我当时很感恩 可以有机会 他们在大会邀请我去写一首主题曲 我当时就上网 我未知道Nick的故事 我就上网去搜寻 我初来看的时候 我直接叹为观止 我觉得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 刚才Matches说 有手有脚去敬拜神 但现在没有手没有脚 他可以做了些什么呢 我就很好奇了 他拍了很多片 他又去骑马 又去踢球 又去滑水 然后又去结婚 又去有小朋友 读了两个学位 我简直觉得 如果这个人的生命 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他走出来 去告诉大家 我是这样的 所以我很想理解 他背后的见证是什么 原来他都经历过一些 小时候 都对自己的身体 跟别人不同 是很多的depress 他都试过 放弃自己的生命 但是很感恩 我相信他的父母 在他身边 都是一对天使 去保护他 去让他知道 他的生命 其实 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上帝 要藉着他的生命 去荣耀他 我就拿着他这些故事 让我看到一件事 困难虽然很多 在这个人身上 但如果当他不说放弃的时候 即是你不放弃的时候 其实你生命 有很多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可以发生 正如Nick的生命 他可以祝福到全世界 基本上我去不同的地方 讲Nick 他们都听过Nick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上帝 是透过他 去祝福了很多人 那我就拿了他的故事 用了never say never 这个英文字 去讲 如果你不放弃生命的时候 你的生命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里面都有提及一些手 脚 一些字眼 大家留意一下歌词 有首歌 Never say never 是吗 好 你听一下这首歌 别再将旧有的痛 麻醉你的知觉 轻别再想 但一位出错 放在心中的触迫 在这跑道 或有失望 或有失望 想有希望 想有希望 留在这一方 若去走 一定会走到能了的灼磨 乔倒了 屁面撸 借用抉心 靠谱的事人 钥群吞送俗 何有希望 何有孤独 欺负的路 气泪变祝福 难关于你可 允许不随下两手 亦会想我 迷失调话失脱 不许会想与恐慌 同想心交代 Never say never He is a giver 不许会想错过 再一切变得 亦会想心交 我想说多一点 这首歌为什么 跟Ben 说的那个gospel 即是那个gospel有关 因为当时 那个报道会 是在HOR Expo进行的 我记得是和这个 九龙城浸讯会 他们有对live orchestra合作 所以我这首歌 就会给他们去 有一个cross over 有一个band 然后有一个orchestra 那我死了 我心想 我編曲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弱行 那可以用什么的 編曲 可以令到整个场 都很有那种 氛围在这里 那我一想就想 Dark Gospel 这个感觉 可以大家一起 拍手掌 可以令到那件事 会 的spirit 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方式去呈现这首歌 我认为 我认为 Dark Gospel 或者Gospel 其实Gospel就是 美国人的音乐 的次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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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很Amazing的 到今天为止 就是 Midariah Cary McTaylor Smith 他们的组艺 他的音乐 都是 整个foundation 就是Gospel 奇妙 就是我们的福音音乐 当然是 African 即是那些 Afro 非洲人他们创造的 Gospel 他们进行过奴隶的时代,接受基督教的音乐 然后在那里拆起火花,创作黑的科目出来,很奇妙 科目也是神的爱、基督的福音来到他们的当中 如果有时间,我会展示《请差宴》一首很传统的歌 有些人会说,你是作者吗? 他说,还未死的吗? 他们是这样想的 传统的歌就死了 是这样想的 所以这些歌是可以回生的 即是用一个新的,用gospel style,可以重新唱歌 好啊 讲开《请差宴》,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 因为都是为恩福,当时我们刚刚有圣经学院 当年几位负责人,我就challenge Ben 说不如写一首学院的主题曲吧 Ben就说,好啊,我刚刚有所在 好笑,当时就开始了 Ben写的歌都很特别的 每次都会有一个hook line 就是那个《请差宴显我》 《请差宴显我》 他一定是有一个hook line给你 就是给你一个主题 我就要在那里做延伸工作 这个歌很特别的 因为当时我做了五分钟就写完副歌 灵感就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已经是一个讲奉献的歌 提报都给你了 那你后面填洞而已 那就容易 但是惨了 一到我主船 一直吐了三个星期都交不到 就被Ben追到兽了 喂,还要起货 那些每个星期要交功课的 但是当时 就是说一些创作历程 我想每个人做创作都会经历 一些不同的前提 或者你自己当时是感动 最惨的就是你没有感动的 但是我就是比较极透私人的 写东西的人 或者我通常有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主题 提供给我 在这个基础上去找 不是每次都由心而发的 也有这样的成份 但是当时 我记得我之前 上了一个李诗哲的课程 实际上课程 讲究约 叫做究约道论 所以上诸课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要将究约 用一句话 说 你怎样 summarize 怎样把它变成一句话呢? 当时他就说 究约就是救恩的历史 我问我 哦 如果这个是说神 怎样将救恩 带入给我们每一个人 这就是个历史 说就是说创世 神创造天地 人犯罪 神给了律法人 以至于人可以得救 但就知道我失败了 所以就需要救恩 所以你看到歌词的结构 第一段就是说的 就是感慨造物尊贵的 但都退色变更 百载莫念 法子人 都未够裔变者罪民 主却 已经去到新约了 是不是? 很快 主却降世 实价性贖制 要粉碎罪的权世 颈黑间 要召见天国为林 谁可替我预告呢? 这个话也有特别 因为这句 versus 的部分 是神在说话 如果流线的歌是神的第一身 接着副歌就到我们说话 请猜显我 这个设计是挺奥妙的 我自己也没有想过 是写完才知道的 很多时候灵感就是这样 原来可以这样去播剧 令歌曲有啟应的功能 写的时候也是因为一时的想法 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让他说完 你想说完 不是 我想等他先说完 因为其实很神奇 大家记得有一首歌叫做《李真伟大》 我经常用这首歌的 因为它讲完整本圣经 第一节就是讲创造 创造 第二节就是耶稣钉十字架 第三就是帮主再来 记不记得? 三节 他竟然一节就写完了 我说 This is amazing 就是 一首歌有了整本圣经 已经很厉害了 他竟然一节就写完了整本圣经 够印出来 很奇妙的 所以我说要上车去学一下 各位 这个是真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做创造也有一些 就是 这些东西可以燃烧才可以变成动力 所以这首歌是有趣的 但是 我想更好的地方就是 这首歌成为了很多人的激励 我所说 其中一位牧师 都是为了 一听到这首歌之后 继续参与教会 其中一件事我会说 创作其实很需要同伴 很需要同伴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个人写 当然是自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作品 包括潜越的领域 但是 我和Ben 在创作里面 我们经常都是两个人 甚至是更多人一起走 每一次我写好了 他都会说 接近了 接近了 我记得有一次最长的作品 我记得有一次最长的作品 我交了第14个版 第14个版才能收货 都不记得了 我只有写下 你不知道 这个监制真是 如果短版收钱就好了 不到入博音室之前 他都不收货 但是 这种千除百年的精神 我感恩 能够有一个和你音乐创作路上 那为什么那些句子会这么精练 一唱 你就会触动到你的心 或者觉得 摔到有味 说到有味 说到有味 那首歌我们很喜欢的 就是讲奇异人典 大家都试过翻译 再写 你上网找什么 有200个翻译版本 什么广东词的网站 你觉得 哇 那种浓场都不得了 但是 我很记得 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于翻译 那翻译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 我发觉很多作品 我们翻译都是随意 就是我们随心而发 去做翻译的 但是 Ben也很坚持 他一开始挑战过来 尽量要医到原作者的内文的意思 当然你说 那不是一定要走这个路线 我都不是坚持这个路线 不过 因为当时 这首歌写的时候 他有一个 意念是 carry 住 当时的人的生活 他的那种灵感 有一些我们喜欢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字里面 带出的意思 他的例子就是 譬如你看回奇异典 最后的那一节 很少是翻译那一节 因为大家写到第二节 已经断气了 累了 已经算了 那一节就出了一节 通常那些最浪漫的那些 是最想写的 是吧 那些我同父 我敬拜你 那些很欢迎 当主在来的那些 是很少人说的 但是呢 我记得这首歌 最后是说我们是天堂的 那歌词就是说 我们全部人都在天堂 同罪天家高长万年 是吧 那他说 神好像日头那样 照着我们 我记得看小鹿都这么说 那时候英文歌词 寫得很好 就是说这个意境 我和我朋友 翻译了很多时间 将这几句翻译 就是说 如日生辉尚照 哇 天天都对着我们 晒岛会变黑那些 如日生辉尚照 仲赞感激不断 这句 这句很厉害 我觉得 事日永远不绝 这句说法 很少在宗文诗 这个概念 就是 There is no limit of time You will never run out of time 我常常都说 我们有无限 但是事日永远不缺 这个说法 是 我也是 或是空 就是 我没有人敢翻译 那 能够配得到词 又说多意思 这是作为填情的 一个满足感 你知道吗 可能你听 唱着口 但是很多人的心在这里 当时你 创作人自己才知道 那种苦味 就是 嘔吐一句都嘔吐 我写的歌 写了两年 才写完 唯一翻译的这首歌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先敬 就是 所有的翻译 都不会出现 就是 他就写了 由此 新歌初天 记不记得 好似仍然都是一首新歌 你唱了几千年 几万年 仍然都是一首新歌 这是赋予 向耶华 唱新歌的一个新的观念 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会唱一些新的歌 原来不是 好似一首歌 第一日 呈现给神 其实这个正是 原作者想写的东西 我们中文圣诗 经常翻译 哇 大家中真 神 什么千年 但没有那个 由此新歌初天 那样东西 但原文是有的 所以我说 如果你是从事音乐创作 其中一个都很好的 就是你可以从事一些 这类似的翻译的创作 它绝对是一个创作来的 而且它是一个挑战 你 有没有能力去到 将一些 你觉得原底 已经很好的概念 来到广东化 那你做到 当然你对自己的满足感 亦都是对于 一种叫做 诗歌的那种灵感的保育 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好 会不会我们都听一下 请参演的 好 一节就写了整个 创世道没世 哈哈 没世 就是 救恩 救恩 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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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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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啊 啊 寫歌吧 我也想 我也覺得沒有 我在啟示錄的時候寫了玻璃海 寫了《神的帳幕在人間》 在說抹世的東西 之後寫了一些其他歌 結果分數是剛剛合格 因為你沒有唱 你只是看歌詞 歷程就是這樣 慢慢寫一些歸聖經的東西 經文的訊息 寫一些詩人的東西 寫寶禄所說的東西 慢慢寫到現在這個地步 我想寫我就是詩人 我想寫我的東西 我想寫我和神經歷的東西 但是不入屋 教會不會用我的東西 用大衛的東西可以 用寶禄的東西可以 用摩西的東西可以 用舊約的東西可以 就是救恩耶穌的東西一定可以 你的東西不是這樣可以 但是我覺得 我就不著述結果 因為這個是 創作對我來說 是與神很大的親密 對我來說 是很單對單的一件事 我就在那一刻 將心歸他 心就專注他 所以我就繼續寫 我也很享受寫 但是我又反思了 其實 詩編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詩編嗎 我很喜歡看詩編 那詩編 是否寫聖經的東西 是否寫摩西的東西 不是 不是 大衛寫誰的東西 寫自己的東西 為什麼大衛只有我 不行 你不是大衛 真的要大衛全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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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說 廣泛的全契 唉 真的 不過我覺得不要緊 不要緊 因為我寫歌的目的 是沒有目的的 我不是要寫歌來 給教會用 那些不是 而教會會用到 是神經的恩典 我是沒有去 就是有Marketing 有什麼 但是上帝 就是慢慢帶領帶領 我們《玻璃海刀》 今年是差不多第九年 第十年 也有很多的恩典 有些歌 其實有些歌 所謂入屋或者受歡迎的歌 未必是我喜歡的歌 譬如投靠我 很簡單 我要一輩子住在聖殿 好像大衛的東西 要扣連自己的東西 那 但是我寫的東西 是 我很喜歡 就是很喜歡我寫我自己的東西 但是可能大家不是那麼喜歡 哈哈 但是我想表達就是 這個就是創作者的心路歷程 已經越來越擴達了 越來越自由 沒有那些框框框死自己 其實你越是框死自己 越想要寫那樣東西 其實你的內容會很複雜 是的 是的 同意 謝謝你 我非常同意 我想 其實在敬拜裏 有很多不同的配合 場景的配合 我想傳統的詩歌 比較是corporate 就是一群人一起唱的 我們 我記得很小時候 已經不准唱我的了 這個詩是tabu來的 就是 是犯罪的 金字 是的 不要等自己太高 但是呢 其實如果你大衛 全部很多都是說我 是的 那我也不太明白為什麼 當然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 我想 其實我今日的感覺 已經是一個敬拜了 是不是 人家認不認同 是另一件事 淫入屋不是重要 但是我寫這首歌出來 是一個敬拜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 留心 現在很多現代 就是外國的borship songs 是非常我的 說那些經驗 是非常 不過是很過人的 我講他那個moment 他對神的感覺是什麼 是很多歌 那個歌是 哇 那個歌手 Winnie Winnie C.C.Winnie 唱的那首 哇 真的感動到你 哇 哎呀 說不出 就是兩句 是很簡單的 其實 不需要很複雜 因為其實我們寫歌的內容 你將自己限制到 那便經常出來那些沙褲皮 你是真偉大 你是偉大的舊主 你創造天地萬物 唱完又唱 唱完又唱 但是那些個人的經驗 對神的經驗 是很過人性的 不會唱得完的 每一人我們都可以更生 還有很多首詩歌 我發覺都是我和神很真實的圖歌 就是一個祈求 所以不如跟大家分享一首 好 《魚飛的一生》 謝謝 這首也都是我看聖經 就是摩西的討文 就扣連我自己的感受和立願 我寫了這首歌 你以陰天為年歲的觀念 我以一生尋求你面 晴光不要跑 轉眼成空 誰可驚跨 萬有在手中 求求我送出我的日子 願我選上這筆觀念 年日有多少 年華好落掉 如飛的一生當盡為主 神靠我所說 欣典日子 願信心堅坐 進出此意 來若我展翅 強如香拍雪 如生 似乎我主 如生 似乎我主 就是我的立願 謝謝 謝謝 我有一點點想回應 剛才文聰說關於創作的題材 我可不可以說得到我要說話 如果我用過往創作很多流行曲的想法去想 其實為何有些歌曲會受別人歡迎 為何某些人會喜歡聽那些歌 就是因為那件事我想 如果用旋律來說 可能比較簡單 容易被別人一起唱 容易中唱 那種類型的東西 其實在流行曲都會出現 即是卡拉OK的歌 所謂的 教會也會有 我看回詩歌 有些比較個人的訊息 就算流行曲的歌詞 也會說一些 我們要令它有共鳴 教會有共鳴的就是福音 直接說信仰 那些比較大方向的東西 但我自己對於我來說 剛才Ben也有說 其實寫的東西 你多寫幾首就會乾堂 寫來寫去都是那些東西 還有我覺得人的經歷 我們不是在24小時 都在寫歌的 我們都會生活的 我們都有我們的困難 我自己覺得在香港 做兩件事是很辛苦的 一就是做音樂 第二就是做基督徒 糟了 全都做了 那怎麼辦 很重點 是啊 做音樂是很艱難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 多了一些串流平台 已經不再聽CD的世代 就很難去用音樂去維生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會 那麼傻乖坐在這裡去做音樂呢 我相信一定 因為我不是用音樂維生 那你好一點 我笨一點 我傻乖一點 我想 對我來說 音樂除了真的讓我寫一些歌 去給一些歌手 給他們用 而令我有些收入之外 我想最大的感動 是因為我可以透過音樂 剛才你說的 很單對單去 很個人 面對自己也好 面對上帝也好 可以是一個很治療的工具 對我來說 有時候我真的很不開心 那些東西說不出來 我坐在一部琴上 找一支筆了幾了 寫一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那些東西是我的日記 其實我有很多歌 是沒有被人聽過的 但那些是很個人的東西 當然 我自己有時候 可能有些歌手要歌的時候 我都會嘗試選擇一些我這些寶寶 去看看會不會配合到他想要的東西 然後再去修緝 去整理 其實 這也是我會有的一些作品的類型 我記得 突然想起兩年前 就是COVID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叫李卓廷 他是一個歌手 他告訴我他要做一支福音專輯 他想邀請我寫一首歌 當時他邀請我出來 去談一首歌 他想寫什麼 他就跟我說 那段時間 他教了很多弟兄姐妹 找他聊天 講很多人 講很多他們自己的經歷 有一些抑鬱 甚至乎可能試過自殺 這樣的情況 我聽完之後 是他的故事 我想有沒有掛勾 跟我的生命有關係 我會想起當時COVID 其實我自己都很低 我就借用這個情緒 加上他講給我聽的東西 我就寫了一首歌叫做 《雪有光便有光》 《雪有光便有光》 其實那首歌的前半段 都是仿佛的 基本上 是講個人的光景 是很差很差 但最後我就bring out 其實有個歌詞我想讀一讀 很短的 很短的 就是這個 還有一段 到最後我的副歌是講 《世界已褪色沒有光》 《前行步伐誰能望穿當中方向》 《直行直過》 《暗黑的對岸》 《明天總可會到訪》 《遲遲未見》 《不要驚放》 《你說要有光便有光》 這是講神的說話 《你說要有光便有光》 《若有光便有光》 《照亮了從未看見那個末世中的子望》 《平靜是天堂》 《潛藏在生》 《有日盛放》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時寫歌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想很誠實去面對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音樂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就像一個輔導員一樣 他讓你很正確、很安全去面對自己 我覺得教會其實都需要有一些這樣的作品 我們不是個個都熟靈人 我們總會是因為生活 令到我們會有一些情緒 那些是怎樣排解呢? 除了祈禱之外 音樂可不可以是一個溝通的渠道 可以令到他們得到一個釋放呢? 我想回應一點點 因為你說放負 其實詩編大衛不斷放負 這個題材叫哀歌 就是你將你的情緒、真實情緒 向上主傾訴陳明 最後你才起你雜美 你仍然相信主作王 但是很多人一聽過的符就覺得 基督洪不應該放負 應該起落 你傳福音怎麼可以放負 我寫過一首歌叫 不快樂的快樂成達 那些人一聽就覺得不快樂 應該很細歡騰的 肯定沒有人唱 沒有人唱 但不要緊 但內容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看看內容? 我的內容就是 我在這個世界面對苦難 面對很多不快樂的事件 但是因為那個新生亡 我仍然選擇快樂 這個才是內容 但很多人都不提 好 下次我們聖下就唱 哈哈哈哈 你找他來唱 對 沒錯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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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負面的情緒的題材 在傳統的詩歌是很少的 為什麼那個 我剛才說的那個獨白 被人宣佈是十首最不實夫人之首呢? 因為他就是說depression 因為我說 蛤 為什麼我們弟弟歌唱 我爭快樂 我爭快樂 但不是的 這個不是我的經驗來的 沒錯 於是 雍為雲就寫了depression 結果被人扔了 即是 字珠洛 其實我想是 很多創作是要 你有 就是 耶穌都說 什麼? 敬拜主是要 真靈成實的 你寫的詩歌 是不是真是 真是真靈成實 這是 true to yourself的 你不要說 我今天悶到抽筋 但中間 我爭快樂 是不是 那個不是worship 來的 所以 我們需要多些這些 我想 是好爭就行 那 其實 剛才那個 我記得 雍為雲跟我寫過一首歌 就是 我的感謝 每次看都 風雨佔臨 漆黑天空 醬如雲 這個就是 有時候我們的感覺 在那裏 然後 副歌 有光就有光 我的主 讓我經風暴 有時候 有時候 詩歌 不可以 沒有答應 很論準 我經驗 Ben 寫了很多 痛苦的歌 很苦 如果很放負 他是放負之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寫了 關於死的歌 已經寫了超過五首歌 我猜 就是說 死亡的歌 除了 哪一首歌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叫《珍惜眼前人》 當時我們在 《珍惜眼前人》 我寫過很多 什麼 《宋笨歌》 就是《安息女優》 《珍惜眼前人》 《奇蹤一首》 是啊 當時是那個 什麼 謝縣文 是的 謝縣文 那個 就是當時 他也會來一幅醉故的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 香港是一個很低潮的時間 我都希望寫一首歌出來 代為大家的激勵 但是激勵 不可以在那時候 大落大鼓 開心 我真快樂 還要描述當時其他心境 其實很難寫一首歌 雖然我們說 可以用來做治療 或者幫其他人去做治癒的工作 但是你要把自己的心情轉達成歌詞 其實都不容易 所以我們當時的歌曲 有一個旋律 又是交給我們 我覺得頭兩節 兩個詞 全部仿佛 就是要去到這個程度 你才可以把心裏的苦水 套出來 你聽聽歌詞多苦 它說 看不透苦楚的真相 生死甜 魯茫茫 晚風冷嘲笑我景況 淚流乾 暗淒藏 那是軟曲的 即是 即是 真實的經歷 對 真實的經歷 但是 正如阿Ben說 教會歌曲 有時都要有出路 如果你去到最後 你都找不到自己的生命轉淚 那一點 你就落筆 那首歌就肯定留給自己聽 因為 我們都需要有一個生命轉化的點 可以讓別人看得到 這樣才能達到激勵的作用 當然 如果你需要 我相信 我做輔導工作 需要大家共同流淚 那個時刻未必有些出路 如果需要就用那些歌 但是 我都覺得 我們作為一個創作人 我們都有一些基本責任 如果可以留一個尾 可以回應那個東西 都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當然有時 我們都可以做到什麼 我覺得 有時候 各位前輩分享 很理想 但是很現實地 我覺得其中一個 要truth to yourself的東西 就是 你寫一首歌想做些什麼 特別是 當我們在教會寫歌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會 其中一個想法是 我想教會用到 我想多些人唱 我覺得 你理解這個原因的時候 或者是這個目的 你要truth to yourself 就是 你 你就不能寫一些好編的東西 你就要寫一些 其實大家都會容易有共鳴的東西 或者 應該說 我想漂亮些去說 就是 你願意進入那個限制裏 去寫一些工具性的歌 去教會用 就不是純粹一些文藝創作 詩情畫炎 這兩種文學都有 你看書也是會有 你要選擇 其實你想 你當刻那個創作 去遷就哪一遍 或者是 可以留給 創作完之後 想想這首歌 可以屬於哪一遍都可以 我覺得是 因為我自己都會在教會帶領敬拜 我又會創作 所以我這兩個身份會 會重疊在一起 剛才 分享到 寫一首歌很想要有出路的 但是如果我現在用 用現代敬拜讚美的想法 是我們不是一首詩歌去搞定的 而是我們用組曲來去 來去帶領敬拜的 所以我可以有機會 寫一首完全沒有答案的歌 跟著讓其他人去找第二首歌 去answer回頭一首歌 這樣的做法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亦都是跟教會使用歌的那個狀況 是有少少關係 是 我們教會帶領敬拜也有這樣說 是 這首歌可能未必能說完 你就第二首歌可以補回它 真的很重要 不過剛才一邊聽大家 一邊說 大衛就寫很多歌 就用得 我講個人也不用得 不過我想給大家鼓勵 當日大衛寫的詩篇 純粹是為自己寫的 他都沒有想過今天會有人用他的歌 所以我不用擔心 這個編輯很重要 可能我們死了之後會有人用 哈哈哈哈 我們死了之後會有人用 但anyway 我聽到這麼多位說 最重要你是真實去經歷神的帶領 神的醫治 神給你那份的感動 你寫出來 哪怕入屋不入屋 可能遲些才入屋 都不重要 是吧 就算不入屋也好 可能有一兩個人 因為這首詩歌他生命得罪改變 沒錯 已經贏了 沒錯 就算你的點擊率是零 但是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因為這首歌他改變 Hallelujah 我覺得很足夠了 所以還要真 今天這麼多人在這裡 大家都很想聽聽 你平時怎麼寫的 洗澡的時候寫 剛才說讀神學 讀主學 有甚麼你幫自己 在這個創作的路上 無論填詞 寫歌 我寫完之後給誰看 是否丟上youtube 發表一下 還是怎樣做 有沒有提示給我們 今天這麼多人在這裡 都很想知道 有些甚麼途徑 你怎樣寫 怎樣發表 讓大家知道 不如由最年輕說起 你應該是最多方法的 洗澡一定是 記住了 洗澡是很重要的 我應該說是 你處在一個 你自己舒服的 空間環境 可能哪怕去了海邊 或者躲在一間房間裡面 我覺得 你最舒服最自然的時候 才容易把情感 或者一些意念流露出來 我有兩個小朋友 如果他在旁邊 我根本很難寫到歌 是的 所以是 一種擺自己在那個空間裡面 另外我自己有個 我可能很特別的 或者可能有些人都好像我這樣的 我會 嘗試 扮一下其他語言地寫那首歌 即是甚麼意思呢 例如 我很想寫一首 很熱血 很有動力的歌 我會扮日文地 先作一首歌 是的 因為我覺得 那些語言 是有一點控制了你的音樂的 那個melody的走向 是的 如果我很想有那種音樂的感覺 例如韓劇的歌曲也好 動漫的歌曲也好 好像你配上那種 嘗試的語言去寫 是會接近一點的 是的 所以 例如 我有首歌叫做 《跟你》 我都是寫了 寫了 扮日文的 音線 即我不是特意寫出來 我只是用手記錄的 現在很方便 特意日文你亂読的 為甚麼不扮泰文 是不扮泰文的 키 恩 因為我真的不會吓立文 明言 這樣 因為我看卡洞片大 我很自然將那些音 那種感覺 在腦子裡 如果我想寫慘情 可能也會 裝唱一些韓文出來 這就是 就是幫我去感覺到那首歌的味道的一個方法 然後才慢慢填一些詞 挺特別的 但是那些韓文日文是暖粒的 對 暖粒的 原來這樣也可以 都是有限的 我們回去試試 OK 好 大家有什麼方法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想回應Matches那件事 其實在我寫歌裡面 都試過用這些假日文 但是韓文我就不太懂 假日文 因為我小時候聽日本歌比較多 可以裝成幾下 我想說小插曲就是 我那時候寫過一首歌 我真的很正經填了一份demo詞 歌曲放了很久都沒有歌手搖 誰知道我就用一個假日文去唱出來 不用幾個星期 歌曲賣了出來 因為廣東話真的很有限制 對 還有我想 有些銀意的廣東話 那個美感 我想剛才你講 為什麼不選泰文呢 因為泰文聽到的那個美感 對 還有日本的人 如果有些年紀的朋友 都會知道誰是玉智浩宜 玉智浩宜呢 唱一個音 他沙沙的聲音 那你會覺得很性感 很有感覺的一個聲音 所以我想都是朝著這個感覺 去扮一些假日文去唱 這個也行的 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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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繼續 可以繼續 好 阿文聰 你有沒有什麼 我想都是有盡情的 我現在不會為寫而寫的 有好心感受 有靈感 有主題 我才可以 我不會為寫而寫的 但我過往 其實我是很快的寫歌 我用一個方法 是很容易的 就是你讀聖經 有哪一個經文 金句 勾著你 你覺得很 很想寫那個內容 那你就嘗嘗寫 譬如我都在花市看著詩篇 就 我要一生一世 住在你聖殿 那就慢慢在陪船 慢慢再延伸下去 譬如是 我的主 我的主為何離棄我 我就 我的心感悲傷 竟不肯安慰我 我就慢慢地寫下去 譬如人算什麼 就問 人算什麼 竟可顧惜我 就是 你慢慢去嘗嘗嘗嘗 你就很容易堆砌他的首歌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步 就是初階慢慢 初階 對 我覺得 對大家如果是初寫的 是有 挺好用的 所以 都是這樣 堆堆砌砌 慢慢就寫得好 越寫越好 我的經驗是 我沒有說要寫一首 絕頂好歌 我才落筆的 我是會不斷寫 有些歌 不好 就不好 不要緊的 但是很有趣的人 我覺得是有一個優化系統的 你越寫得那些歌 你就越來越不想寫那些 又或者不想寫那些題材 又或者曾經寫過 你會迫到自己 越寫越好 那些 melody 都會越來越幽微 寫的詞 也會越來越有 越有特色 越有內容 這樣 答八字都可以寫的 可以 可以 看聖經 看聖經 去靈修 去默想 以至你有那份感動 零裡面開始 跟神的關係好 你就自然就開始有東西出 所以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好 我補一句 就是我上神學的時候 高銘謙老師他說 其實我們一班創作人 好像現代的色經人一樣 我們看完聖經消化之後 將它變為這個時代我們明白的語言 可能是曲式 詞彙 來將聖經裡的神的故事內容 跟這個時代的人去分享 所以其實 我們的創作的源頭 一定是從神而來 神的故事 神的話語 但是我覺得 融合到現代你的一些領袖 是重要的 你這個參與 我覺得神都是喜歡你放進去的 一定 我就少一點這樣看 因為一講釋經 就很絕對性 我覺得個人的詮釋 即是那天的詮釋那個經文 它令到我怎樣去想 這個經文 我很難寫那個背景 因為寫那個背景 就變成純粹寫那個背景 或者內容 我就想扣連到自己更多 以至大家都有一些的功名 我想你的意思就是 你明白了 其實兩個都沒有大觸 對 對 對 因為我講釋經就很敏感 一創作人一講釋經 便對付錯 對 對 這個出現 我發覺很多時候 你寫完 出現的人 便抓住你 某句 你釋經不會寫 就是那個釋經 我想你的釋經 就是你明白了 然後再用現代語言 去表達 加上自己的經歷 Bang 你有什麽方法 我认为其实我喜欢你们的 因为其实很多种的接触 文聪说出来已经是音乐 因为是其他途 我怀疑你很多的创作是歌曲和词在一起拍 我不是那些,我的填词是很有限 我就歌行先,然后交给别人填 我很少填,除了《神诗爱》 那些歌词,那些也是词和歌一起写的 《请叉演爱》也是词和歌,《入入》 但我想一件事很重要就是 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是写大位的东西 我们不是写被贝多芬的音乐 我们现代人,今天我对神有什麽的回应 我的创作怎麽去敬拜祂,怎麽去令祂 glorify祂 就是这麽简单 尤其是曾经有一段时间,说现代人太过自我 太过是我才对,individualistic 包括全福音都说,耶稣是我个人的救主 但我想重要的,有些经验是很individual的 是会这样的,那我这个经验怎麽去反映神的伟大 怎麽去反映神的奇妙 我想是那样东西最重要 我刚才不记得那首歌,原来就出来了 Goodness of God 其实叫做Goodness of God 很简单的,但那些字很生活化的 好到肉的,就是原来说神怎麽爱我 那他一入呢,就是I love you, Lord 你记得呢,大违都有这些字 神我爱你呀 那个经节是 I love, for your mercy never fails me All my days, I've been held in your hands And the moment I wake up Until I lay my head Oh, I w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好简单的,for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faithful And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m able Oh, I'll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好简单的,真是一件事 不用搞到,整天都要识经呀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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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很多人说,你的歌刚刚神河 对呀 很多时候呢 我说,那本不是神学书来的 Mideology book It's just a song 对呀 即是那首歌,在那个moment 就是这样的简单 你再解释多一点,就变成另一样东西 对呀 就出现很多问题出来 对呀 当然也有些很喜欢专业这些什么神学 我记得祈祷摇动神的手 对呀 哇,说了几十年 还在说 那些神学家还在争吵 究竟我们是摇动神的手 是否合成经 不要想啦 那是一个Imagery 没什么意义 是一个感觉 没错 我女儿都经常要我的手 哈哈哈哈 没错 现在的,即是说真的 创作都偏向直觉,感受,留白 其实是一个艺术 是的 都不一定是要很理性的套 可以这样 可以有一部分展现是这样 但是不用首首歌都是这样的 是的 即是要说大卫 他都说哭到眼泪浮起床 一点都不真实 是的 是吧 所以 所以 其实你看看大卫诗 很多都是 不真实的 如果你要说实话 他说是虫 难道他真的是虫 是的 哈哈哈 不会的 是,对 好啊 所以说 创作有很多目标 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过我都在说 其实现在我们写的歌词 都比较直白 但是我 例如我们看回香港 文字的创作 特别在歌词上 如果你真的会读词的人 我会用一些读词来读的 不是自己唱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欢唱歌 因为我觉得 文字都有一些 除了一个方向 就是文字和音乐共同创作 这个导向 这个导向有一个困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给歌词一个曲式 勒死的 因为 广东字很难入字的 大家都知道 成功率只有50% 即50%就是旋律 你加上一个中文广东字 它能成功入到字音的 只有50% 大约 所以你一定有限制 跟英文 国语都好一点 英文就没有限制 所以我们的文字 是有一种框架 但这个框架是一个触福的框架 正如我所说 你进入限制里面 限制里面 去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的自由度是无限的 就像圣经的真理一样 神给一个律法的框架 在里面你是自由的 你喜欢做什么 但跳出去你就危险了 创造广东词就是一种粗连 你可以用这种框架 为自己提供的限制之余 在里面不滚一个无限的可能性 为什么我喜欢看中文的歌词呢 其实 香港的广东词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一个 报复 当然我们都识到 识到前、识到后 识到后 但其实 框架除了一些很不特的歌词 那些意识很不良 但也有很多很优美的词 我都鼓励大家多读 还有欣赏它的文字格式 比如我们学中学 在创作的年代 有些人会说 你可不可以用叠词的方式 表达那种感觉 像叉叉叉的那种 除了一些这么老古旧的方式之外 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 挑战自己在文字里用呢 其实 这些文字的组合 都有它自己的艺术价值 欣赏价值 还有鼓励你自己去沉淀的价值 比如 有一首歌 我们在青年性歌年代 一定有听过 叫Whispering Hope 我听过 那些白色头发的那些就额头 那些黑色的那些不坐在那里 一口饭 不知道我说什么 但这首歌是一首经典的歌曲 我们那个年代 听到会哭的 那个中文叫做微声盼望 那个中文就立即知道了 微声盼望 怎会不会不懂呢 那个歌 一听就知道 这个歌是1868年的时候 一个创作 那个人一写的歌的时候 不知道那首歌会红的 但写了这首歌之后 到今天都仍然有人唱着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很延似很优美 但是 很虚的这首歌 就是说天黑 不知何时 哪里有死人塌漏 这首歌是这样一种感觉的歌 我们以前有一个项目 我们都玩一下保育吧 我选择十首歌出来 做了一个唱片 那麽 Bang也好 让我选择了一首歌 我就选择了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是经典的 虽然它在教会崇拜里被我极少唱的 这一阵典型的那些 会流眼泪 但又不太适合上大桌的那些歌 在团契 每个人都搶着来唱 很特别的作品 当时我听了这首歌之后 我就给了一个命题给自己 我可不可以试试用叠词的方式 去深化歌词的感觉 所以做创作人有时候 都要给一些题目自己 其实是很好的 以前Bang做的歌也是 因为他写一目多样要给一些exercise自己的歌 这首歌是很特别的 提外话 这首歌是这样的 我就写了个歌词这样写 我说 超超如天使低唱荣 美美道出他故事 轻轻点出忘怀的道理 世世说安慰的字句 这些是 我们可以从文字创作 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东西 令到文字单纯去看的时候 那个可读性去增加 我佩服我们 做一个Generation 我们有很多前辈 你看回他们的歌词 那个可读性很高 现在我们虽然有些很信口 都有很有感觉的歌词 但这类文字的 那个玩味也好 你叫艺术性也好 是低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在这方面 一直有进心的话 我都挑战你的 你可以试一下 这首歌很听的 这首歌 潮潮如天使低唱 永美美道出他故事 轻轻点出忘怀道理 世世说安慰止居 等只等有暗夜离去 等只等暴风走远 盼再盼我盼待明天 如过去光辉普照 凉言道人 怨世听你的低音 令我心怀 爱动泪感兴幸 这首歌 这首歌很能够帮助我们 刚才说唱作 其实我们最需要珍惜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me time 它是一个me time 我们很多时候 为什么写不出东西 或者我们的祈祷 变得很机械性 我们没有了me time 心里充斥我们所有的全部 有时候真的要 好像耶稣那样 躲起来远离群众 拨一些时间出来 等你有一个放空的时候 去将你自己心里的感觉 尘灵在神的面前 创造就出现了 所以灵兽也很重要 读圣经 读神学 上主就学 有me time 学安静 我自己也是 一定要有段时间坐下 不断唱不同的诗歌 不断自己在弹东西 慢慢就会出 所以你读经祈祷 真的无得笑 刚才Muffin刚刚唱那首歌 是很旧的歌 有多少人之前听过 即大部分都没有听过 好不好听这首歌 但是 是旧歌 传统歌 是一首歌 是一首歌 是八六八 但是因为他 刚才你听的时候 那些广东话 《卓步入字》 你就能听得完 就算你不看着歌词 你也听得懂 所以一首诗歌 他好不好 其实好看 他的Message 出不了你 还有没有看 唱歌的唱歌 好没有听 也是 给我听就立即 放到 谢谢你 所以我那首歌 其实大家都在做很多努力 就是将那些传统 很旧的歌 但是很好的歌 我们再填一些好的 合音的歌词 其实是令到它活化了 我想说就是刚才 你如果我不告诉你1868 我可以告诉你你当新歌唱都行 直接当新歌 有很好的歌词 这都是創作人其中一个要做的东西 除了作新歌 作填身词之外 其实再反应 再填一些好词 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大家也讲了很多方法 我又想听多些 很快大家讲一下 如果有没有试过一些经历 你写了 别人又不要了 或者Ben刚才讲一下 好歌变不好歌 你怎样自处 怎样面对这些困难 写了歌别人又不要 又觉得不好 很多批评 你会怎样 写第十四版 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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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版了 没办法 OK 是 Matchez 你有没有试过 别人不喜欢这些歌 那又怎样 别人不喜欢的歌 就是自己唱了 哈哈 看得开 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因为我们发布歌 是容易过上一代很多 是 他们可能要经历过 有资金 有唱片的发行商 或者是有机构 采纳了那首歌 才可以被人听到 但今天我们可能 拿着手机 简单按几个按针 或者是我们 可能年轻一辈 我们普遍有 基本的音乐的学习 我们都已经可以演绎到那首歌 所以其实 可以用YouTube发布 或者其他 当然 那里都有like和dislike的 你要面对到那样东西 但是其实 你已经可以把它 放在一个 人家有机会听到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是 你创作了出来之后 如果你都觉得这首歌 值得和人分享的时候 就努力点制作 放出来 那就有机会做到 就有机会做到 好像刚才 不过分享 那样 听到某个录音 接着呢 那个感受就回来 你把这个资产 放在一个地方 做一个长远投资 我会说 嗯 其实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有回报 但是你其实放在那里的时候 往往就好像 有些人可能会听到 或者是 甚至你十年之后 你点击出来看 你也会有很大的感受 嗯 就是作为自己的一个 十年前的作品 自己听到 哪怕它有多少观看 也好 对比一下自己的 几个景况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正的一个过程 所以不要紧要有没有人看 或者受不受欢迎 总之用心制作 弄好它 放上去 不放上去 放在电脑也好 没错 我自己都经历很多被拒绝 寫了这么多年歌里 特别无论是诗歌 或者可能是一些难曲 那 其实 说真的 每一首歌我自己去写的时候 都是很用心 很想这个BB可以被人听到的 但是无奈 很多BB都在肚子里 未出生 腰子了 腰子了 或者是 我很认同Matchez说 其实这些歌 我做了出来的demo 其实 如果真的卖不出 或者可能未有得 被人听的时候 要是自己做了 发布 要是我觉得 那些对我来说 我愈有一个想法 是我的日记 我有时会 几年后 想去看 原来我写了这些歌 我会回望回来 看我现在有没有进步 在音乐上 也有一些歌很有趣 歌也有它的命运 在唱帝安排里面 因为我真的试过 有些歌 放在这套八年九年 接着有个歌手 八九年后才拿来用 那我试过 原来有些歌 真的可以历九尝身 就像听《黎晨是爱》 原来有很多歌 都可以是 你前瞻成高而已 对 对 对 我想 也会和自己说 可能十年前做的那个demo 如果用回现在 例如 那个音乐上 整个市场不断不同 整个世界的音乐 的喜好 那我就会去 怎样用 所谓是否叫做 旧走生平 怎样用一个新的方法 去 再将我这个BB 再用音乐 去包装出来 因为我觉得旋律 其实有时都挺中性的 即是有时 即是 即是 即是除非可能 一些很特定的音乐类 例如 越曲 那些传逐 一听就越之越曲 但其实流行曲 很多时有些传逐 你有一些不同的编曲 可以有一个很截然不同 而且唱得好的话 即是有人唱得好的话 都会令到首歌 加分很多 很多倍 是的 还有 我也想分享多些 因为不好意思 我都有一点 趕着去机场 是的 所以我们要准事 是的 我想说 可能你们可以继续谈 哈哈哈 刚才 Marvin 说了一句话 我们创作 广东话 是一个很好的优势 那我想回应这件事 因为我知道在座 也有很多人写歌 我不知道你们写了多久 有没有发布过歌 或者可能有些刚开始 我觉得广东话 虽然大家知道有九声 写的时候 都会绑手绑脚 但是它有另一个好处 文聪刚才示范了 其实你基本上 你懂得说话 你就懂得写旋律 因为广东话 是有旋律的 本身 即是如果我 一会儿去吃饭 其实我已经写了旋律 因为如果你稍微 歪掉那些音 就不是那个字 如果我唱 如果我日珍去吃饭 不同音 你都唱 但是 这个练习很辛苦 这个练习 你练了很久 应该练了很久 才唱到这个练习 你练了三个星期 所以基本上 你懂得说那句话 其实你已经写了 那句旋律 只不过 那些东西 是不是你想写的字 其次就是 我想 刚刚初学的人 要学一些乐理 就是 可能你要知道 你要写三拍的歌 四拍的歌 你的节奏是怎样的 在这些东西 加上的时候 你就会 再 成形多些 整首歌 是啊 好啊 今天是不是很丰富啊 是的 我也学过很多东西 原来一扮假日文都可以 我也是第一次听 我没试过这样做 我会回去试一下 好啊 你扮假日文讲到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怕 要翻方言 我怕要翻方言 我怕要翻方言 哈哈哈哈 好啊 今天真的很开心 真的听到他们不同的分享 鼓励大家 就是我们看 最后一张的powerpoint 可以鼓励大家 是的 咦 我们有一个 叫什么 七八九原因的 新歌征集简介会 就是今年我们七八九原因創作 就是想鼓励大家参与創作 当日就会讲下 这一年的主题 要求是怎样 你可以向什么方向去写 你可以准备交作品 由七月二十八日 两点半在十楼 我们会有些简介 有些经文 有些示范是怎样 你可以怎样去写 然后到十月二十日 我们就会有一个发表音乐会 我们的创作 不是想大家写了歌 我们选了几首好的 就帮你发表 这个只是一个过程 但其实很多都写得很好 但可能不够很成熟 或者根本我们的budget有限 我无法帮你做完所有歌 但我又很想能够发表到 每一个你在神里面 怎样灵受这些歌 你有什么感动写出来 可能都很多好歌 可能刚才Pickel说 八年后才有人再拿出来 帮你发表 可能帮你制作 都不出奇 所以在这一次作品 发表的奥会 不是要选哪个好听不好听 纯粹是你的经历 我们尽可能唱完所有交例的作品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听到 原来神在恩福堂 在这里 怎样去经历神 怎样用诗歌 来表达 纯粹是这样 所以两个聚会 鼓励大家 来参与 今天很多谢各位 给我们这么丰富 我们再给一次掌声 多谢他们 谢谢大家 好吗 我们也有些Pickel卡 来多谢他们 谢谢大家